印度开始扛起反美大旗了 不仅与马来西亚建立本国货币直接交易 还积极找别国洋行进行拉拢 实现印度国际贸易去美元化 印度为什么突然对美元态度这么差 除此之外 印度还试图与美国争夺印度洋行线 抢占东南亚市场 是什么让印度突然开始这么频繁的与美国不对付 那么话不多说 继续咱们的快速打印系列 来嘿嘿 印度对于美国那颗叛逆的心 根据印度教徒报的报道 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当天 印度外交部宣布了重大消息 印度与马来西亚已经达成了一致 除了现有其他货币结算模式之外 两国之后也可以使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 印度外交部宣称 之所以对美元做出这样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 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印度贸易不受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同时他们也表示 美元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储备货币 脱离美元这一个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明印度愿意在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采取切实措施 我印度也要开始反美了 其实受去年一些国际局势的影响 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就已经开始变得困难 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美元化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 另外去年3月份开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开始不断宣布加息 截止至今年3月22日 美联储已经实行了5次加息 在这个期间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也从0.25%至6.5%之间 上调至了4.75%至5%之间 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将美元当做是国际贸易中的货币 多少是有点武大郎踩高桥 装大个儿了 所以各国就姚明和詹姆斯隔空吃火锅 高瞻远堵的开始了去美元活动 印度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占便宜墙头草 自然也是二代活泳 玩倒立想反水一样 于是就有了前面印度外交部的发言 而这个切实措施 就是我印度要拉着马来西亚开始搞事情来 虽然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额比较小 产品也主要是围绕着石油与棕榈油进行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印度携带马来西亚一起搞事情 一声不吭的就将美元给踢出局了 毕竟印度这么些年被刺美国的事情是多了去 现在多加这一次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早在去年印度对美国的劝阻就不闻不问 将俄罗斯当做了自己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使 印度与俄罗斯就已经绕过美元进行交易了 他们使用的是卢比迪拉姆贸易机制 当时印度就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从总量的1%上升到了22% 这也就使得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量开始出现大幅的增长 于是2022年的4月份 印度与俄罗斯为了更好的交易 双方致定了直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支付的机制 但是很快这个方案就被停止了 因为印度与俄罗斯彼此的进口金额存在巨大的差距 比如2020年印度进口每月在俄罗斯的消费金额为30亿美元 但是俄罗斯在印度的消费却只有几亿美元 这样的差距之下 如果印度选择用卢布来结算 即使是卢布与卢比的汇率持平 印度从俄罗斯挣的那点根本就不够自己消费的领头 想要持平除非俄罗斯摆送 但是如果印度选择用卢比来结算 俄罗斯将会堆码印度卢比 而印度卢比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性几乎可以说是不流通 这样双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秦始皇照镜子双赢的局面 所以中加有一段时间 印度的商人都是使用人民币与俄罗斯进行交易的 本来这样也挺好 不过由于印度总是对我们有着一厢情愿的敌意 人民币这样好的东西他们就用不了了 最后在他们的仔细挑战之下 阿联酋的货币迪拉姆代替了美元的职位 首先阿联酋是阿拉伯国家中投资印度最多的国家 双方每年的贸易额可以达到600亿美元 所以印度这边的迪拉姆可以说是赚得够够的 其次一门阿联酋中央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 香港金融管理局 泰国中央银行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联合建设一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这个项目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新的跨境支付方式 开启去民元之后的一种新的国际交易方式 所以阿联酋作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俄罗斯在收到迪拉姆之后完全可以绕过美元 直接对话成人民币使用 随着与俄罗斯去美元交易的顺利进行 印度又开始利用这个机制了 找到了更多国家的央行进行谈判 试图将去美元化进行到底 如今的马来西亚就是当初那些国家中的一个 然而印度如此积极的开始摆脱美元 对于他们搞世界贸易的控制 开始和美国频繁的搞青春期的叛逆 其实呢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当初那个跨下的绿安顺小菜机来 就比如印度和马来西亚的这次合作 马来西亚的自身发展经济并不差 在20世纪90年代 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后 它在东南亚的地位呢也开始直接上升 在东南亚不论是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旅游资源 还是出色的地理位置 都足以让它成为众人眼中的一块肥肉 尤其是现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各国的工业水平却都不是很出色的情况之下 东南亚地区自然就成了一块新的市场蛋糕 那谁能不喜欢小蛋糕呢 就连美国啊它都不例外 不过正所谓呢 净水楼台先得月 相比于常年抢占他们三瓜俩枣的这个幼儿园强制去爬山 小逼登美国呢 东南亚肯定更喜欢在南亚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印度啊 毕竟呢 双方起码都是Money的妈妈和爸爸和气生财嘛 而印度呢自然也很愿意 所以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印度一直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绝对的金钱利益的面前 与美国这么多年的情谊 依旧可以完全当做是刘备摔孩子瞎拍马屁 不仅如此 现在的印度看印度洋呢 就像是潘经联看武松啊 起了贼心烂 印度洋呢地处亚洲 大洋洲 非洲与南极洲之间 而印度又靠近印度洋 所以他们觉得印度洋就该属于印度人 毕竟印度洋身为世界第三大洋 在拥有石油 天然气 以及金属 鱼类等种类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同时 还是连接中东 欧美 东南亚 大洋洲 以及东亚的一个战略性贸易枢纽 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石油贸易 都需要从印度洋上经过 所以印度洋航运也 虽然不如大西洋与太平洋发达吧 但是印度洋航线在世界上 依旧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而美国租借了英属印度洋领地内的 迪格加西亚岛 并且在岛上建立起了海军基地 之后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印度洋上获得优势地位 而印度现在却也想要拥有对印度洋的一定控制权 尤其是在他们的航母维克兰特号下水成功之后 有关于这方面的野心 印度那是越来越大了 其实呢 印度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自然不可能任由美国的调查 所以两国之间起冲突是必然结果 只是美国失去了印度的这个好伙伴 以后想要在亚洲整事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喜欢的快乐收藏融入断赞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给个点赞收藏 观众长发展 我们下期工作的印度 再见